男生会这样做吗 如果在喜欢的女孩面前的话 当然 有危机感的时候会做什么 就可能就是他们打篮球嘛 如果说我在跳舞的时候 看到我喜欢的女孩子 跟别人在跳舞 我上去直接跟那个男的比赛 比赛 那你肯定赢了 就不用说了 那个魅力这一块又赢了 有没有那种比赛 赢了输了人的那种时候 这太打了吧 好残忍的 那回去一下鼓量舞技 为了这么一天的到来 你看他说的不是因为舞 他是因为那女孩 是因为你的内向输了 就是你虽然舞蹈比赛了 但是你跳了四五个小时在那儿 不停歇 为了展现你的魅力 可是那女孩就走了 对 你就一直在跳 风风展现你的魅力 没事 我技术进步了就好了 他这个呀 还是没有在那个女生身上 他还是为了去展现 自己的舞技 对 我还想问一下各位 就是如果遇到 有一个你喜欢的人 但他一直不给你表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你会不会故意去刺激他 然后我是知道他在暗恋我 是这意思吗 对 但是他暗恋我 我咋能知道呢 好的 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 好 其实吃醋是很正常的 就是在一个情感里面 男性会处在一个竞争状态里面 他会想竞争 但这个时候其实 甚至跟着女生都无关 他是为了竞争而解决 对 所以这个是反而我们要小心 他吃醋的源头 而是因为在处于一个竞争关系中 就是想赢 所以吃醋是会有两种状况的 一种状况其实跟你都无关 要爱的三角 这个三角里面很多时候 这个你都不在这个角上 就他们两个人对上了 哇 这就印证了 陈毅刚刚说的 我就是要去比赛 比赛完了之后 我5G提升了 跟那个人没关系了 好好好